为了感谢善心企业 2022年8月26号上午10点 玛丽亚基金会 特别在台中爱心家园 举办Mary Young快乐袜记者会 因为康尼化妆品林彦雪董事长 承诺消费者买一双公司捐一双 目前已赞助一千双给医护人员 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也鼓励大家做爱心 支持玛丽亚基金会快乐袜 快乐袜透气舒适又时尚 图案是玛丽亚基金会里的孩童画出来的 而且具有环保概念 材料是回收的宝特瓶 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力 垃圾也能变黄金 台中医师公会里市长陈温侯说 活动最大意义就是对身心障碍的孩童 可以发挥个人能力 未来重返社会丰富生命 玛丽亚学员教导他们学习一技之长 能够在社会上发挥他们的个人的能力 来回馈社会 我们希望具体做一些服务 更重要是我们社会上可以激发更多的爱心 更多的善良 能够让我们先天有很多条件限制的孩子 他们有机会 也一样过一个完整的生活 郑若瑟董事长表示 感谢医师公会跟康尼化妆品支持快乐袜 让医护人员能够穿上舒服的袜子 激发爱心 让社会更加善良温馨 玛丽亚基金会希望大家一起穿好袜 做好事 为身心障碍人士 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记者陈温旭 萧朝全 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